大家好 今天要给大家分享这样一个故事 被我妈卖到缅北的第三年 我被救了回来 表妹冷嘲热讽 她们是不是爽完了之后会奖励你吃饱饭? 我妈阴阳怪气 你也别恨我 谁让表妹缺钱买钢琴呢? 后来 她们从缅北醒来时成了代价而沽的祸 经历着和我一样的非人折磨 她们哭着求我救救她们 阴暗的地牢里 我笑了 傻瓜 我不是回家 是回去进货 我下过地狱 这次轮到你们了 你干什么? 你不知道你自己有多脏吗? 刚从浴室出来 我妈就不知道从哪里冲了过来 一边撕扯我身上的睡衣 一边咒骂我 不知道被多少男人睡过的破鞋 也配穿弱弱的衣服 赶紧给我脱下来不要脸的东西 我的脸火辣辣的 难堪得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 攥着手指头 是她说送给我的 她说送你就要 我妈扯着大嗓门 呲牙咧嘴着 弱弱送你是她心地善良不嫌弃你 你收她东西就是你不懂事 你穿着她的衣服招摇过时 让邻居看到误会 弱弱也和你一样 被人睡烂了怎么办? 一瞬间 心像是被人用力 扯空了一大块 慌张又害怕的情绪像一把锋利的刀子 刺向我 将我弯得四分五裂 血肉模糊 不 不是我自愿的 他们他们打我逼我的 妈 我很害怕 我真的好害 害怕怎么不去死 我妈打断我的话 字字弯心 你知不知道你回来后 邻居怎么嘲笑我们的 你知不知道你害得弱弱被人指指点点 说家里有个诈骗犯 我不是诈骗犯 我没有做的 你在那种地方 除了诈骗 还能做什么 我死死咬住嘴角 三年至黑至暗的记忆 如脱缰的猛兽 向我奔涌而来 浑身颤抖不止 那我为什么会去那种地方 再也控制不住崩溃的情绪 我用尽全身力气吼了出来 我妈心虚地一开眼睛 当然是 是你不检点 认识了不三不四的人 被骗过去的 明明是你带我去云南的 我直视着我妈的眼睛 控制不住地戳穿她的谎言 三年前 我妈说她有个朋友在云南做翡翠生意 邀请她过去晚几天 她说她一个人没有出过远门让我陪她去 那是我妈第一次指带我 也是第一次带我出去玩 我高兴坏了 跟着她去了云南 云南真的很美 下关的风 上关的花 苍山的雪 尔海的月 那几天 我妈对我很好 好得不真实 好得我以为她母爱觉醒 可当我吃下她亲手端给我的炮鲁达后 再醒来 已经在缅甸了 我来不及深思我究竟为什么会到了这里 便遭受了一轮又一轮的折磨 整整三年受尽屈辱 非人折磨 终于在警方的救助下 离开了痴人的地方 回了家 可回来后 我才发现我心心念念的家 早就没了我的地方 我妈也根本不欢迎我回来 她视我为耻辱 她说我给她丢光了脸 不止一次歇斯底里地质问我为什么不死在外面 每次她这么吼我的时候 我都会陷入自我怀疑 错的不是我 为什么要我死呢? 对啊 是我带你去云南的 那是因为我觉得我亏欠了你 所以才想带你出去玩 可你倒好 你怀疑我是不是? 好啊 冯薇我怎么生了你这么狼心狗肺的女儿? 我当初就应该掐死你 免得让你现在来喊我的心 我妈态度坚决否认 我从她脸上看不出一丝破绽 是我怀疑错了 还是她伪装得太好 姑妈微微你们这是怎么了? 秋若这时回来了 她站在玄关处 一脸狐疑地看着我和我妈 我这才想起自己没穿衣服 连忙跑回了自己的房间 所谓的房间 其实也不过是客厅和阳台之间挂了个窗帘 毫无隐私 原本的房间早就被秋若住了进去 穿好衣服后 一回头就发现秋若双手还胸地靠在了门口 似笑非笑地打量着我 你身体这么好 在缅北的时候应该很受欢迎吧 脑袋突然翁的一下 血液涌上心口 秋若细血的眼神像一双撕开遮羞布的手 毫不留情地扯开了我回来的这段时间闭口不谈的恐惧记忆 它们是不是爽完了之后会给你一些福利 比如让你吃饱饭 或者是给你一个担肩 哎呀 你懂得姑姑很疼我 很少让我看些乱七八糟的东西 所以我不是了解你在那边的情况 肩膀上仿佛压了一座大山 让我无法呼吸 我死死盯着秋若 后牙槽都快咬碎了 你还是这么一如既往的恶毒 秋若耸肩一笑 冯薇从来不敢这么和我说 所以你是冒充的吧 你什么意思 冒牌货就该赶出去 不是吗 我不知道秋若和我妈说了些什么 她也开始说我是冒充的了 我们家微微是单眼提的 头发也是天生自来卷 你说实话 你到底是谁 我女儿又去哪里了 妈 你别叫我妈 你不是我女儿 我妈看着我的眼神里充满了陌生和警惕 又明晃晃起满了毒液 她不爱我 她从来都不爱我 这一刻 我清醒了 彻头彻尾地清醒了 既然如此 那我还犹豫什么 我妈爱秋若是吧 好啊 那就让她最爱的秋若 也亲身体验一下 被人玩爽了之后 会不会让她吃饱饭住上单间 毕竟 像秋若这种红唇明眸 善搔手弄姿的女孩 才是缅北最喜欢的货 我有个秘密 一直没告诉我妈 我 根本不是被解救回来的 而是回来进货 哪来的阿猫阿狗也敢冒充我的微微 赶紧自己滚 不然我报警了 我妈看着我的眼神 像看着血海深仇的仇人 我通体冰凉 失望就是这样 一点一点累积的 三年 一千多个日日夜夜 我是带着对我妈的恨活下去的 我妈把我的东西都扔出去的时候 被邻居看到 我妈脸不红心不跳地说 她是骗子 是冒充的 我可怜的微微已经死在了缅北 回不来了 邻居皱了皱眉 看着我 这不是和微微长得一模一样吗? 是高科技 她整成微微的模样 邻居像是看穿一切 痴笑着 你们家又不是什么豪门 她整成微微干什么? 你该不会是嫌弃微微吧? 哪有你这么当妈的? 微微能活着回来都是万幸了 你应该多关心关心她的身心健康 是你弟弟闺女又找微微麻烦了吧? 你真是偏心偏道肚起眼了 难怪微微和你不亲 邻居说完 便上了楼 我妈被说得面红耳赤 恶狠狠瞪了我一眼 还愣着干什么 要我三叩手请你进门 她冲过来 撕扯着我 被调教了这么多年 怎么还一点都不懂事 怎么没让他们打死你 一天天就知道给我添赌 邱若见到我又回来了 吃得冷笑一声 不愧是被调教过的 就是懂得讨好人 我妈见邱若生气了 立马去哄她 若若别生气 气坏了身体姑妈心疼 好了好了 你看姑妈给你准备了什么 邱若眼睛一亮 爱马仕 是啊 你不是一直想要个爱马仕吗? 姑妈早就预定好了 就打算给你一个惊喜呢 邱若洗上眉梢 挑衅般地瞅了我一眼后 接过我妈递给她的爱马仕 爱马仕 随便一出手就是几十万 我妈哪来这么多钱 我偷偷去邱若的房间看过 满柜子的名牌衣服 奢侈品包包 有几十个 还有很多没拆封的化妆品 她一个女人带着我和邱若 靠着我爸生前留下的一家超市过活 虽然衣食无忧 可也支撑不了邱若这么挥霍 毕竟三年前 我妈还为给邱若买一架几万块钱的钢琴而发愁 你看什么看 我警告你你别想太多 我是不可能浪费钱给你买的 二十岁的人了 应该替家里分担重任了 我给你找了个工作 你明天就去 所谓的工作 是保姆 给人看小孩的 雇主家两个小孩 是对七岁双胞胎男孩 虎头虎脑很可爱 小小年纪就射牛得很 一口一个漂亮姐姐叫得我心花怒放 我领着他们在小区里溜弯 他们认识每一个路过邻居 每个都会很认真很热情地打招呼 甚至会炫耀般地向他们介绍我是他们最最最漂亮的姐姐 更会把幼儿园的零食偷偷藏起来带给我 一开始 我很不习惯 总是戒备着 提防着 更是小心翼翼着 生怕做错事情 就会像在缅北的那几年被人殴打 在黑暗里待久了的人 从一开始期待太阳 到后来害他太阳 奈何两个孩子什么都不懂 一股脑地缠着我 这天 我照例带着两个小家伙在小区里溜弯 太阳很大 照在身上暖呼呼的 我享受此时的安静 却在余光中扫到我妈鬼鬼祟祟地躲在树荫下 顺着她紧盯的视线看过去 发现她盯着的正是肖家两个孩子 我心里咯噔一下 她想要干什么? 往后的每一天 我都能发现我妈的身影 她什么都不做 就躲在树荫下 直到某一天 我发现 她和两个孩子的爸爸肖哲相谈甚欢 一时间 我好像明白 我妈想要做什么了 肖哲的妻子产后抑郁跳楼自杀后 便一个人抚养两个孩子 直到最近 她的公司因为融资上市 才不得已找人照顾孩子 这样优质条件的男人 小区里不少大妈都给她介绍过对象 可她偏偏看上了我 对我展开了热烈的追求 有好几次 她送我回家时都会带一束玫瑰花 秋若每次见了 都会阴阳怪气 冯薇 你和她接吻的时候 会不会想起在缅北被人挨压 我就是随口一说 你不会生气吧 指甲戳进掌心的软肉里 想给她一个大逗逼的怒火 在胸腔里熊熊燃烧 但脑子里有个声音一直劝我 冯薇 忍住 不要功亏一篑 忍住 忍住 小不忍则乱大谋 不会啊 她很绅士很温柔 不会强迫我 哦 你还不知道吧 她早就知道我去过缅北了 她说她一点都不介意 她说她会帮我走出阴影 要和我重新开始呢 像萧哲这样的男人 简直是凤毛麟角 我可真幸运能遇见她 希望你能早日遇到这么好的男人 从秋若身边经过的时候 我明显感觉到了她浑身的颤抖 是被气的 视线落在她不甘的表情上 我勾了勾嘴角 于儿啊 她终于上钩了 果不其然 没过多久萧哲就开始以加班为由疏远我 秋若总是带着各种奢侈品回家 和我炫耀 这套首饰 差不多几十万 是我男朋友送的 你喜欢吗? 我扫了一眼她后 沉默转身 却被她拦住 我男朋友呀是萧哲 我猛地愣住 回头死死盯着她 秋若越发得意了 我也遇到了凤毛麟角的好男人 你不该高兴吗? 高兴? 高兴得很 秋若失踪了 半个月前 萧哲和我分手后 带秋若去迪拜旅行了 秋若每天都会发十几条带具体定位的朋友圈 精修的照片 九宫格都摆不下 我妈余有容焉 若若说 等萧哲带她回来之后就结婚 她说萧哲 答应她要送一栋别墅给我呢 我果然没白疼她 不像你这么白眼狼 我怎么白眼狼了? 这个问题我想问她很久了 从我爸去世后 她就日复一日 年复一年 像个唐僧一样 但凡我惹了她不高兴了 她就会骂我白眼狼 我自问 我尽到了作为一个女儿的责任 她为了挣钱给秋若买新衣服 陪着她顶着烈日在马路上发传单而中暑的人 是我 因为心疼她 想减轻她负担 每天省下一块钱走路去学校的 也是我 她为了不耽误秋若练钢琴 冒雨送她教育机构 被临生病时也是我守着她 甚至 她为了给秋若买钢琴 被卖掉的 更是我 我怎么就白眼狼了? 这么年的委屈和愤怒 在这一瞬间 再也厌不下去了 我直勾勾地看着她 非要她说出个所以然来 我妈被我盯得不自在了 板着脸 你什么意思? 你想干什么? 我是你妈 怎么在缅北的这几年没学会什么叫听话 冯薇 好好的日子你非要闹腾个什么? 为什么你只爱秋若 而不爱我? 你也配合若若比 她是我弟弟的孩子 她身上流着和我一样的血 你呢? 你姓冯 你是外姓人 我凭什么爱你? 我又不是傻 好 所有的犹豫 在这一刻 消失得无影无踪 你的秋若 回不来了 你说什么? 秋若彻底消失了 她的朋友圈停止在两天前 我妈给她打了几百个电话都没有接 再打就是关机了 她急得一整晚睡不着 半夜冲到我房间掐着我脖子问我 你把若若怎么了? 任凭她怎么问我 我都没再和她说一句话 她急疯了 却始终不报警 秋若失踪的第三天 我妈接到了一个神秘电话 不知道电话那边说了些什么 我妈脸色瞬间煞白得毫无血色 怎么会怎么会这样若若她怎么会? 棉北那种地方 若若怎么熬得住啊 我可怜的 若若我该怎么办? 你你一定知道 你在棉北待了三年 一定有认识的人对不对? 你赶紧想办法把若若就回来 我妈突然抓住我 疯狂摇晃着我 你赶紧把若若就回来 都怪你都怪你让若若认识了萧哲 不然若若怎么会你把若若还给我? 妈你在说什么?若若她棉北 你在说什么呀? 我怎么听不懂? 我眼泪扑速扑速地往下掉 身体更是抖得跟筛子 一副被刺激不清的惶恐模样 棉北部 不要打我 求求你 不要打我 我听话 我现在就去打电话 我去骗人求求 你们别打我好不好 红红杰我错了 我真的错了 我再也不跑了 我听话 红杰我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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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缅北三年死去的记忆开始攻击我 我条件反射般地双手抱住脑袋 蹲在地上 不停哀求着 我疯了 我妈却冷静了下来 她后退了两步 迟疑地看着我 问 红杰是谁? 红杰红杰我真的错了 你别打我好不好 我怪我听话的 我突然抓住我妈的大腿 诚惶诚恐地求饶 我妈却满脸不耐烦 你看清楚了 我是你妈 她踹开我 头也不回地回了房间 我从地上坐起来 看着我妈猛地关上房门 她真的不认识红杰 我妈回房间后 不知道给什么人打电话 我听见她说 不可能 萧哲呢? 让萧哲接电话 你们放屁 萧哲是我先看重的 你们凭什么抢走? 你们必须放了弱弱 否则大家一起死 这些话又不免让我怀疑她究竟认不认识红杰了 夜里 我又做了噩梦 梦见 我到缅北的第一天就被人看中了 他们像恶狼一样向我扑来 一边吟笑着一边对我上下起手 我拼命地挣扎 可他们告诉我 到了缅北的女人 只有两个下场 成为男人的玩物 男人玩够了后 卖到下一个园区继续玩 玩到最后被榨干了 再卖掉器官 当然还有另外一个可能 那就是给家里打电话 交赎金 我深知 我妈是不可能拿赎金救我的 我不甘心 那又能如何? 我妈心里只有秋若 为了秋若 她可以牺牲我 那些人的嘴脸 猙獰的犹如地狱走来的牛鬼蛇神 张牙舞爪 又阴狠歹毒 他们一个接着一个 啊 救命 救命啊 我从尖叫中醒来 妈 我怕 浑身冷汗扑进我妈的怀里 紧绷的神经使我呼吸不畅 触不及房地 听见光当一声 妈 什么声音 没 没什么 你怎么了? 我做噩梦了 我梦见在缅北妈 你说 若若是不是和我一样 他们没人性的 你赶紧想办法救救她呀 黑暗中 我看不清楚我妈的脸色 但我知道 她一定很不好受 既然这么爱秋若 我让你们在缅北重逢啊 看 我多善良 妈 若若她她肯定撑不住的 若若长得那么漂亮 那些人会一个接着一个 够了 你闭嘴 我妈甩门而去 我冷笑一声 在床底摸到了菜刀 你们猜 我妈三更半夜为什么会出现在我房间 地上又为什么有把菜刀 经过一夜的考虑 我妈决定亲自去一趟缅北 你和我一起去 我 对 你去过缅北 你比较熟悉 有你一起去方便些 更何况 你和那些人有过交情 你求求他们或许有用 哦 郑重下怀 你这什么态度 若若是你表妹 她出事 你怎么一点都不着急 我妈狠狠凝了我一下 你的血真冷 妈 我妈没好气 干什么 当初我被弄到那种地方的时候 你想过交赎金救我吗 我妈想也没想就回答 救你 为什么要救你 去了那种地方还能干净 你要是有点羞耻心 就应该死在那儿 即便早就知道这个答案了 可亲耳听见 我妈回答我 心还是会绵绵 如针扎一般痛 憎恨交织在一起 如潮水一般疯狂向我涌来 将我死死禁锢住 不得往生 还愣着干什么 赶紧收拾东西 若若身胶肉贵 这几天肯定吃了不少苦 知道了 再次回到缅北 比我想象中的还要顺利 一路上几乎毫无阻拦 畅通无阻 不正常 可那又如何呢 到了园区的第一天 我妈就被绑起来了 什么意思 你们知不知道我是谁 我要见老K 让他来见我 我妈叫嚣着 我站在一旁 嘲讽冷笑着 我妈听见了 她扭头质问我 却发现我根本没有被绑住 你 我盈盈一笑 你说得对 我对这里很熟悉 我妈这才意识到究竟是怎么回事 大叫着 你个小贱人 你居然敢这么对你亲吗 你就不怕天打雷劈吗 那天晚上 我就应该早点下手把挖了你肾去换弱弱 贱人 赶紧放了我 不然我饶不了你 你要怎么饶不了我 红姐 红姐 最近几年活跃在缅北与国内的最大舌头 据警方不完全统计 三年里她一共往缅北运输了一百三二十人 安排二十一名各地富商阔哨参与非法赌博 你你都知道了 我妈震惊的眼睛跟同龄一样大 你怎么会知道 你你不可能知道的呀 我做这些事情的时候 你已经被我 被你什么 被你卖掉了 曾经恨之入骨 可此刻问出口时青州已过万重山 我妈哑口了几秒 才道 你也别怪我 若若那个时候想要买一架钢琴 要几十万我哪里有钱 你是她姐姐 你替她分担点有什么问题 难不成这些年你一直恨我 冯薇 我是你妈 你居然恨我 我就说你是白眼狼一个养不熟 你们两个还真是母女呀 一个为了买钢琴卖掉亲生女儿 一个为了立功骗来表妹和亲妈 萧哲一边拍手叫好 一边从暗处走出来 她戏谑地看着我和我妈 我妈看清楚萧哲的脸后 又是吃了一大惊 萧 萧哲 我在这里很意外 红姐 萧哲冷笑一声 可你一开始不就是打着把我骗来这里才让冯薇到我家打工的吗 你不可能知道啊 那就要多谢你的宝贝女儿了 是她告诉了我你的计划 也多亏了她 我才不至于成了你的猪仔 若若呢 你把若若怎么了 她呀 好像刚被轮过扔到水牢里了 萧哲笑得冷血 把我推到我妈面前 你生了个聪明女儿 是她建议我 让我直接带着秋若主动来投诚 没有红姐你这个中奸商插架 我一下子就成了座上宾呢 冯薇我杀了你 我妈朝我冲来 却被人按住 又顺手给了两巴掌 臭娘们老实点 我要见老K 不如先见你的宝贝 若若 阴暗潮湿 又散发着腥臭味的水牢里 秋若已经被折磨得奄奄一息 就像当初的我一样 我就说吧 她这样身材长相都一流的货在缅北最受欢迎了 若若若若 若若从臭水中缓慢抬起了头 见到我妈后 欣喜若狂 姑姑 姑姑我就知道你会来救我的 快点带我离开这个鬼地方 我一秒也待不下去了 随后她又看见了我 眼底的喜悦肉眼可见 姑姑是你用她来换我的对不对 姑姑你太聪明了 我妈紧抿着嘴角 一言不发 她一定心疼坏了吧 姑姑你还愣着干什么 赶紧带我走啊 你知不知道我这几天都遭了什么罪 姑姑你你怎么被绑住了 你你是被抓来的 可算是看清楚了 我让人把秋若从水里捞了上来 看着没有一块完好皮肤的秋若 我心里痛快极了 秋若疼得哀嚎了一声 她抬头看看我 又看看姑妈 好像明白了些什么 你是你 她朝着我大叫着 可惜啊 被折磨了几天的她 根本没有攻击力 对啊 就是我 惊不惊喜 意不意外 我蹲下来 一股子腥臭味扑面而来 虽然早就习惯了 可还是觉得恶心 不 我是恶心秋若 怎么样 他们玩爽了后 有没有赏你一顿饱饭吃 你不是不了解这边情况吗 我就让亲眼来看一看 满意吗 冯薇 恐惧爬上冯薇的脸 她撕心裂肺地大吼着 可她吼得越大声 我心里越痛快 从小到大 我吃了她多少暗亏 受了多少委屈 如今 是该她还给我的时候了 冯薇 你放了秋若 我妈也嘶吼着 她那双眼睛看着我的时候 像急了禽满毒液的毒舌 非要咬死我不可 秋若 你想离开吗 我没有回应我妈的话 而是问秋若 我笑着告诉她 只要你给杀了最爱你的姑姑 你就能离开 你愿意吗 你敢吗 冯薇你胡说时 我愿意我敢 不等我妈骂完我 秋若便迫不及待喊了出来 她还生怕我没听清楚 又重复了一遍 我愿意 我敢 只要你放我走 你让我做什么我都愿意 若若 没有什么 彼此刻 我妈失望的声音更加悦耳了 我难得同情地扫了一眼我妈 你的若若还真是孝顺呢 我丢给秋若一把刀子 去吧 让我看看你有多狠 秋若握着刀子 连一秒都没有犹豫 就戳进了我妈的肚子 她一副急于投诚的样子真丑 她朝我妈冷笑着 秋若你去死吧 这些年我早就受够你了 我从来没见过你这么恶心的老女人 若若若若你 白刀子尽红刀子出 我妈妈脸不可置信地看着秋若 她不敢相信 她疼爱了一辈子 为之付出了一切的侄女 到头来竟然会这么对她 你知不知道我每次看到你虐待威威姐我都气得发狂 恨不得叫来警察把你抓走 威威姐 改口还真快 我冷笑着 她以为 我会信她这些话 秋若还想给第二刀石 我拦住了 我拿过刀子 塞进我妈手里 同样告诉她 杀了她 我就放你走 威威姐你刚刚说过只要我杀了她 你就放我走的 我冷眸瞥着她 是吗? 不好意思 我忘记了 秋若满脸死灰 我妈一手捂着腹部的伤口 一手拿着刀子 她在犹豫 真是可笑 事到如今了 她竟然还犹豫 看来她是真的爱秋若 我懒得再试探些什么了 把他们两个都扔进水牢里吧 我吩咐着身边的人 又问 最近有什么需求吗? 漂亮国那边需要一双眼角膜 阿拉伯需要一颗心脏 哦对了 中非那边需要个人偶娃娃 我嗡了一声 去安排吧 冯威和我妈半截身子泡在腥臭的水中 满脸都是奔赴死亡的苍白 我妈受了伤 泡了脏水 很快就会发炎 这种地方 一旦发炎 后果不堪设想 冯威你已经知道我的身份了 竟然还敢这么对我 你就不怕老K收拾你 我妈继续叫嚣着 丝毫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处境 你说老K呀他这回 应该是在逃亡的路上吧 不过没关系 跑不了多远的 我倒是好奇 你凭什么觉得老K会为了你而收拾我 来 说出来吓唬吓唬我 我盘腿坐在二人面前 难得心情好得欣赏二人的狼狈 我妈听我这么问 立马露出了个得意的笑容 我可是大名鼎鼎的红姐 这些年 我为老K送了多少人过来 没有我 他能有今天的地位 我可是大功臣 你算个屁 我心颤了颤 又问 你能送多少个 能由我功劳大 萧哲可是搞科技的 他能替老K办了你们都办不到的事情 我妈不屑一顾 不就是洗钱 笑话 没我有帮他拉人头片付伤 他有个屁钱 冯薇 你真以为自己让老K睡两下就成了他心肩上的宠妃了 你呀 还是太嫩 天下兮兮 皆为力来 天下嚷嚷 皆为力往 有钱才能养女人 有钱才可以想养什么样的女人就养什么样的女人 我攥紧了拳头 强忍着恨意 我也是你骗来的 你说起这个 我倒是要谢谢你了 没有你替我打开这道大门 我还真想不到干这行这么赚钱 所以你有钱给邱若买爱马仕 呵 说到底你就是嫉妒了 你嫉妒我疼邱若 可冯薇 你也不看看你自己是什么德行 你都被人玩烂了 你配我疼吗 想要的话已经套到了 便没了再和他们浪费时间的必要了 我站起来 狠狠合了和双眼 在睁眼时 眼底赤红而决绝 他们两个 赏你们了 好好玩一玩吧 不过别玩死了 玩够了 就送他们上路 身后传来邱若和我妈撕心裂肺的叫喊声 我却头也不回地离开 走到门口的时候突然想起些什么 停了下来 忘记告诉你们了 我不是回家 是回去进货 欢迎你们 来到地狱 关门上后 我像是被抽走了浑身力气一般 虚软无力地跌坐在地上 身后是他们两个人哭喊哀求的声音 开心吗? 我应该开心的 可为什么一点也不开心呢? 萧哲听到二人惨叫声时 先是沉默了一瞬 随后坐在了我旁边 一言不发 知道 里面没了声音 我才将录音笔交给他 证据都在这里了 你拿给警察吧 你没事吧?我轻轻摇了摇头 你那边怎么样? 萧哲一边扶起我 一边道 都办妥了 我把老K让我洗出去的钱都转到了警方账户 他和他上线的犯罪证据也都移交给警察了 后面的事情就不需要我们操心了 我们回家 星星和月月都在等你回家 家? 我没有家了 萧哲 心在哪? 哪里就是家? 心在哪? 哪里就是家? 我难逆重复了一遍萧哲的话 几秒后 我毛色顿开 我知道 我的家在哪里了? 萧哲跟随警方一起回国了 回国前 三年前就我出狼窝的宋警官告诉我 这次围剿行动我立了功 再加上我本就是受害者 可以以功遮过 他说 我回去后 他可以帮我重新开始 我拒绝了 宋姐姐 谢谢你当年救赎了我 是你告诉我 女人的清白从不在裙摆下 是你让我有了勇气重返贼窝 让老K和红姐绳之以法 三年前 眼前这名叫宋清晰的女警官 不顾生死将我从缅北救了回来 她像一缕春风 滋味了我狼狈不堪的心灵 拯救了我肮脏破败的肉体 她让我见识了中国警察的温柔与力量 所以 我心甘情愿替他们当卧底 义无反顾地返回了贼窝 老K很意外 我告诉他 我不想回家 我想留在这里挣更多的钱 她自然是怀疑我的 但我用了三个月的时间 取得了她的信任 我说 我打算回国 用受害者的身份骗取更多人的同情和信任 她同意了 于是 我已被解救的受害者身份 回国了 回到了警方怀疑是源源不断为老K送人头的红姐身边 为什么是我呢 因为 红姐是我妈 没有人比我更合适 我没有辜负你们的信任 我完成任务了 是 你完成得很好 宋姐姐钦佩又心疼地看着我 跟我回去吧 你当我妹妹 以后我就是你的家人 不啦 我有更好的去处 只是 我能不能求你一件事情 什么 萧哲他没有把所有钱都转到警方账户 他应该私下扣下了320万 我惋惜道 这些钱是当初他老婆被诈骗走的钱 本来是萧哲卖了房子准备创业的钱 结果都被骗走了 他老婆受不了这个打击 所以跳楼自杀了 所有人都以为他老婆是产后抑郁自杀的 其实不是的 是他悔恨自己被骗走了所有的钱 是他不能原谅自己害的萧哲一无所有 才会在无限的遗憾和无法疏解的痛苦中 结束自己的生命 这也是为什么萧哲愿意配合我带邱若来缅北的原因 他想亲自为王妻报仇 他没有错 错的是吃人血的诈骗犯 我恳求着能不能网开一面 这件事情瞒不了多久的 警方早晚会查到 如果查清楚 他确实被骗走了这么多钱 那这些钱也是要还给他的 听宋姐姐这么说 我便放心了 和宋姐姐告白后 我来到了云南的一个边陲小镇 当年 我就是从这里出境的 萧哲后来联系过我 他告诉我 我妈被警方救出后没多久 就因为伤口发炎引起病发症死了 至于邱若他回家后 试图阻拦警方冻结我妈名下所有非法财产 三番五次袭警 最终被警方逮捕 判处三年有期徒刑 萧哲说 他在监狱里被检查出染上了艾滋 他还问我 什么时候回去 我告诉他 不回了 薇薇姐 刚刚又有好几个人要偷渡 秀秀气呼呼地走到我面前 我跟他们说 对面没有金山银山 只有豺狼虎豹 他们非不信 我躺在漫山遍野的余美人花海中 看着云卷云疏 惬意又舒服 秀秀的父兄牺牲在边境县 很快 他也将前往云南景观学院报到了 如果高高的铁网 一天24小时不间断的巡防都拦不住他们 那就尊重他们好了 没有人能在非自愿的情况下越过重重看守的边境线 秀秀你不是说过 所有人都可以笑云南吃郡子中毒 但绝对不能说不信任云南边境战士的话 我轻轻抚摸着右下肋骨处隐隐作痛的疤痕 坚定的声音伴着微风 回荡在山川间 4060公里的国境线 中国云南边防对得起每个中国人 每个人包括我